台湾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每七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年过65岁 这也意味着如何安排充实的年老生活 是急需面对的课题 在台中有一群活力十足的阿公阿嬷 组成嘻哈舞团 跳起舞来可不输年轻人呢 一起来跟着他们摆动身体 穿着球衣 跳着嘻哈旋律的街舞 这是一群来自台中沙鹿六路社区 平均年龄70岁的阿公阿嬷组成的六克拉舞团 尽管有人受伤 有人被诊断出骨质疏松 这群长者仍不受年龄和身体的限制 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舞团当中最年长的是91岁的王晨碧静 王晨阿嬷平常靠资源回收赚取一些生活费 也几乎都是一个人在家里 但是在加入舞团之后 每个星期二做完家务 就会到台中市和团友们一起共舞 这个舞团是九年前在当地所推动的 高龄教育计划之一 希望能为年长者开创创新的活动 舞团的支柱之一是当了九年队长的黄长庚 他认为跳舞和嘻哈音乐 可以让社区的老年人在身体和精神上保持年轻 舞团的另一位支柱当然就是教他们四年的教练 来自宏光科技大学的刘馨如 然后他们慢慢地接触这个东西 然后之后再参加活动 然后又去抱小巨蛋 然后之后因为街舞 然后就是让更多人认识他们 然后他们也因为跳这东西 所以就知道原来这是年轻人跳的东西 所以他们觉得也蛮有趣的 穿着球衣吸引目光的六克拉阿公阿嬷 在年迈时期继续活出精彩人生